那我们看看观众的问题 有个朋友就问 他说现在就不断加息了 他就说是否看好这个友邦1299呢 有没有机会重返100元流上呢 他的平均卖入价是72元的 那是CKCAN 那友邦当然可以受惠加息过程 所有保险股都能够受惠的 但是问题受惠程度有多大呢 而且你看股票这一两年 我们经常说不是想做那么难的 你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就行了 有邦为什么一直以来有这么强势的表现 就不是纯粹受惠的息口环境 纯粹就是因为内地的业务增长势头很厉害 近期有邦的股价有起息 原因就是内地股市 或者大家对于经济前景的看法上面 不是真的那么负面 觉得很多东西做过调整之后开始有得性 但问题是有邦业绩又未出 所以现在有邦的案例 你如果想加息受惠加息这种东西 有很多股份都比邦邦更加受惠 你不会强调一些这个不是主流的因素下去 你想邦邦最主要想的一件事就是说 究竟它那个全年业绩 说上年下半年新业务价值增长 能不能够逼得到 或者好像市场预期中那么乐观 是不是内地的生业务长做长有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美国加息这一件事 又要保险股 好像刚刚你们推荐宏理那些可能更好 图也比较漂亮很多 但如果你说的是邦邦现阶段 整体状况上面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今年出业绩那段时间 就才见增长 就是说业务有机会放缓 因为始终内地整个保险业 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数据都是差 邦邦邦已经可以抢到一个市场 市场会扩大 但是同样地都有机会转差 因为始终就是整个高基数效应在 而你看回他们公布第三季的营运数据的态度 或者公布数字的透明度上面 我自己觉得那个看法就是已经不乐观 所以你问邦邦邦我们主张就是体谈的 我自己觉得还有个深一点的调整出现不出奇 但是真的分辛苦就出业绩 所以现在邦邦这些股份就好像 未估过业绩期的股份似的 未出业绩前就会浪斗你 出业绩那一刻的时候 还会有机会很大的跌口上跌下 最终就是看你的看法对公司有多有信心 我就没有信心的 所以你问我邦邦走 你问我这些位置上 我觉得我自己会主张就是建议 上不到一百天才走 所以你只能看到一两天 今天也站不上一百天才留上 所以短线来说邦邦邦我看法 其实在未出业绩前就这样说 我觉得是比较负面的 好的 那就留意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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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